周五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 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表彰它为抗击饥饿所做的努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号称全球最大人道主义组织 为全球88个国家或地区近1亿人提供了援助 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 粮食计划署也避免不了被中共渗透 粮食计划署官网和中共商务部2017年报道称 中共通过一带一路为索马利亚提供粮食援助 并向计划署提供500万美元 向刚果中非等地提供援助 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 10月2号还对中共官媒鼓吹一带一路 中共官媒多次报道称 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毕斯利 高调称赞中共的一带一路 粮食计划署总干事克莱默也表示 粮食署愿意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 外界深感意外 之前美国总统川普 由于推动中东和朝鲜半岛和平 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达成两项和平协议 成为今年和平奖的热门人选 另外挪威国会议员梅尔比去年 还提名了全体香港人为候选人 表彰他们继续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抗争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上镜综合报道 再来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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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兔和平奖 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兜